我也要 好吧 我也要 我也要 大家好 周末好 今天又是一周一次的采购时间了 今天带大家看一下 在减肥中的我一般会采购一些什么东西 一些吃什么 特别是现在已经开始上班了 中午的午餐我会准备一些什么 来帮助我又能够完成每天的工作的能量需求 也满足减肥的需求 好吧 跟着镜头一起去吧 走 健身减肥呢 最主要的就是鸡胸肉绝不够少 先拿一包 接下来呢 健身的人要多吃肉蛋奶 还有海鲜 那接下来补充一下最多蛋白质的虾 来一份 那主食呢 尽量减少米饭的摄入 那用糙米和杂粮来代替 所以呢 我会选择 这个饭 这样的够带一个一周的 但是今天看到有一个不一样的 它是帮你分配好的 那我们今天就不买这个了 我们去试试另外一种 这种也是一样的 杂粮饭和刚才那种一样 它呢 是帮你分配好的四份 正好一周一次 然后有一天七天日可以吃其他的 那今天选这个 好了 那这基本上呢 就是我午餐的基本配置了 那我们再去看看 有什么其他的配料和配菜 可以提供我们日常需要的蛋白质 那关键关键还是提醒大家 肉蛋奶海鲜 一定要适时的多吃 除了鸡胸蛋白质之外呢 我们要补一些纤维 那拿一些素菜 西兰花这个不错的选择 拿一份 蓝莓早上配麦片 补充一点水果的维生素 新上市的羊腿肉 腌制过的 买一份试试看 另外还看到我的最爱 牛油果酱 也是可以一天吃一份 好吃 关键还不会有太多的油脂 那刚才看到有便宜的海带丝 也拿一份 那几款午餐的基本食材 已经准备好了 那我们再逛一逛 看看有什么其他的好吃的零食 或者一些新出的东西 那在家里做一些储备粮 也做一周的食品采购 不能每天吃一样的 可能会腻满 买点不一样的 蛋白质零食 有优质的起司和坚果 那正好能够满足一天的 其他的味料元素的选择 也是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正好便宜 买来试一下 肉蛋奶 肉蛋奶的奶 除了牛奶之外 还有酸奶 那今天给大家介绍一款 我个人非常喜欢的一款酸奶 就是这个牌子的酸奶 由于我们小时候吃的那种酸奶味道 厚实 关键 不甜 基本上一周就一桶 我一个人就差不多了 逛了一圈 基本上该买的也买的差不多了 那后来呢 除了之前买的一些基本款的肉蛋奶之外呢 就买了两样水果 一个桃 一个香蕉 那基本上这周采购的任务就差不多了 那我们现在回家准备一周的午餐 调粗三块 这是一周的午饭的量 剩下这些呢 分装起来 冷冻起来 要吃的时候拿出来再处理 稍微清洗一下 切块 盐 糖 鸡精 料酒一点 酱油上色 滴两滴醋 激发它的蛋白质 五香粉提鲜 胡椒粉去腥 少许紫然 上点黑胡椒 撒上一点玉米淀粉 能让鸡胸肉不至于那么柴 把调料抓匀 盖上保鲜膜 冰箱腌制 两个小时 两个小时了 鸡肉已经入味了 先空气炸锅下 喷一层底油 那没有空气炸锅的呢 可以用平底锅去煎 放上鸡肉 因为空气炸锅面积有限 一次炸不完 那我们就分两次炸 放入空气炸锅 设定温度350度 时间先来十分钟 好 拿出来 翻个身 翻完身 再来五分钟 好 用筷子擦一下 好 鸡胖熟了 盛出来 先让它凉着 把它晾凉 用筷子擦 像 额 像 一点 сразу 转到 面 äl 英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那一周四天的午饭准备好了 那最后一天呢会留着欺骗日吃其他的东西 那这就是中午的一顿午餐了 打包上班去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